我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这个段落距离 段落距离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有很多很多文字的时候 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字构成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啊 段落跟段落之间 假设我先把它删掉 先把这个删掉 段落跟段落之间 它的距离 好 例如说这是一个段落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这个段落前面比较大一点 然后段落的后面 这整个段落后面比较小 那这到底是怎么设定的 好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 一口气就把所有的段落都设定好 你不能只设定一个段落 你要设定就设定全部的段落 好 那这个叫做段落的行距 段落行距 段落的距离设定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常用样式里面的内文 我们设定段落一定是设定内文的段落 因为标题一是参考内文 标题二也是参照内文的样式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内文 然后点选什么 然后点选什么 修改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内文 针对内文这个样式 它的格式里面有一个段落设定 这边就可以看到段落间距 就是跟前段距离要距离多少 与后段距离要距离多少 如果我们不要距离 就是全部都挤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不便阅读 为什么要设定就是与前段有点距离 与后段有点距离 就是帮助别人在阅读的时候 知道说这是标题 这是内文 这是帮助我们阅读 所以在这边假设我先给各位看 就是与前段距离 与前段距离 假设是零 就是我们全部都没有设 然后都用原预设 预设的设定 与前段距离零行 与后段距离零行 然后单行检举 确定 确定 我们现在来看 你看是不是都挤在一起 有没有感觉是挤在一起的感觉 大家都挤在一起了 那当你今天在看它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区别 这样就不好了 不便阅读 那如果你看哦 这样子一个段落 前面 后面是不是都一样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距离了 所以我们来观看一下 如何设定 让它是有一个阶层层次的 滑鼠右键 点选常用样式底下的内文 滑鼠右键点这个内文修改 针对格式段落 针对格式段落所有的内文哦 这边有一个叫做与前段距离 请控制为自动 自动不是按 不是点这个往上 而是点往下 往上就变成 一行两行三行 在这个地方 0.1行 0.2行 0.3行 因为你距离 不可能距离很大 除非你是特别要设定那个 怎么讲呢 类似像星师 你要去做一个特殊的排版 这边与后段距离就不设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看完这个段落距离 你看哦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 它跟上面有比较多的一个内容 什么叫自动 自动大概就是半行嘛 自动就是半行 那本来这个一行多少字 12点字形嘛 所以这上面它就会多了大概6点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下面呢 这个段落的最下面 没有任何的距离 你应该知道我们那个字 我们现在的字哦 它是从英文字过来的 英文字 我不晓得你们国中的时候 在学写英文字的时候 它是四行 是四行吧 还是五行 然后接下来我们大概都是写 写在这两行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上面的还有下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下面会空一点点 是这个原因 上面也会空一点点 现在因为我看不到上面 因为上面我增加了自动 所以就多增加了零点 大概是六点 好 那这个是段落距离的调整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大家都挤在一起的感觉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别 这边是一个段落 这边是一个段落 这边也是一个段落 而且是不同层级 不同等级的段落 那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段落 与前段距离与后段距离 统一一起调整 我们还有一件事顺便教完 就是格式修改 这个行跟行的距离 这一行跟这一行之间距离 我个人呢 我个人 我看了很多很多书 所以领选格式里下段落 然后请把这个段落间距里面的行距 行距的行高设为1.25 这是我个人去算 就是去看每一本书 比较畅教书 他们之间 行跟行之间距离 它大概会设有一点点的距离 而不是没有距离 或是单行 就是只会留这一点点的这个空间 好 来点选 确定 确定 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这个行跟行之间 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区隔 这样子会阅读起来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 尤其在读英文的时候 你会不会读一读 结果读歪掉 会吧 或是你看报纸的时候 这一行读完 然后读到下一行的时候会读歪掉 好 那就是因为这个距离啊 这个行距太小了 会导致让你会读歪掉 好 这题文给你参考 我个人是 行距我去测过很多很好的书籍 就是畅销书 他们的行距真的是有排版 排到1.25寒高 所以两个动作 段落距离 与前段距离请示要自动 然后行距请示 行高1.25 而且是要统一一起设定哦 你不能分好多地方来去做设定 好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做段落的调整 绝对不要只控制一段 而是全部的段落都要调整哦